每看一次大家就心碎一次 上个礼拜五在屏东科技园区的 明阳国际高尔夫球工厂传出了火警 这火灾不是一般的工厂火警 而是有存放大量的化学物质 几名应有的消防队员进去厂区没多久 准备要撤出说发生大爆炸 反应不及直接就人命就已经不见了 我想问学伟哥 这场火警当然有这个人祸造成 但是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在事发当下没有办法先提防呢 我们在此要先向四位殉职的消防队员 致最高敬意 还有一些伤者 就是受伤的消防队员 为什么你知道吗 年轻的消防队员 一口气上升四名了 这个说真的台湾的消防 为什么一再的发生这些问题 2018年的净棚工厂 也是六名消防队员进去之后 就这样整个生命就消失了 这也是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 其实这里面隐藏着很大的一个人祸 你知道吗 我们先来讲 这个是什么 平二分队的小队长叫做陈文川 他那一天就进去带着这些队员 进去对不对 我说实在话 他们进去之前 我先谴责一下消防局长 那个徐美学 他出来讲说什么 水一喷整个就爆炸了 我说现在的消防队员 有这么没有素质吗 我再跟你讲 他们到了火厂 第一件事情 看烟 看火的颜色 为什么 这个可以判断里面的物质 大概是什么 对不对 这个是要靠消防队员来判断 问题是工厂方面做了什么东西 我今天里面囤放了这么多 过氧化物对不对 很多的化学药剂在里面 那你就应该要通报 你应该要有资料对不对 你那个安全表 物质安全表是不是列出来 就告诉你说 我这个A厂区B厂区 都放了哪些东西对不对 C厂区放了哪些的化学物质 你要把位置重量多少 清清楚楚数量多少 清清楚楚的告诉消防队员 可是你知道那个名阳工厂 那边去的时候 列印半天 只告诉你说 里面很多人受困 里面很多人受困 还没印完呢 我就跟你讲说消防队员 一听到里面有人受困的话 第一时间就想进去救人 所以他们那天干了干粉 没有火气 干粉没有火气 因为有化学物质 进去 哪知道进去不到四分钟 整个里面就连续爆炸了 我们看这张现场图 你看 他救灾人员是从第二面 这个地方进入 不到十公尺 正准备树栈里面 救里面的 就还想爆炸 准备都要跑了 来不及就爆炸了 而且后来被发现说 殉职的那个消防队员 离这个门口才十公尺而已 你看 就逃不出来 那现场你知道 这个陈文川 我们刚才讲说陈文川 他就哭喊你知道吗 后来不是有很多 什么政府官员 陈建仁院长 还有那个什么 卫福部证次 还有那个什么 赖清德副总统 去医院看他你知道吗 他已经说实在话 应该 很明显他已经得了什么 创伤后症后群 你知道吗 你听到他你看 双膝跪地呼喊 他一直喊着说你看 进去的时候 他们撤退时就发生爆炸了 对不对 而且你看他后来当场崩溃痛哭之后 智泽还讲说一直喊着什么 你知道吗 整个小队只有我活下来 这多难过 对啊 所以你看这个后续的心理辅导 对不对 一辈子 一辈子阴影 你没有心理辅导真的不行 好 他们都在火场中里面 最揪心的一个声响是什么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小小的一块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火场救命器 每个消防队员身上都会佩戴一个 为什么 这个只要进入火场的时候 他要把它打开对不对 打开 你如果有在救火 有在行动中有动作的话 这个是不会叫的 就代表你是活着的 那你如果被烟 容烟 呛晕或怎样 只要倒到地上静止 全身静止大概25秒 他就开始发出声音了 对 我们听到这个声音有没有 这个声音如果到40秒 他还是没有动作的话 这个声音会变成80分贝的 很大的声音 就越来越大声这样子 所以他们会进去说火场中里面 就听到 到处都是这种声音 就是消防员 动也不会躺在那边 问题是这个救命器在那边叫对不对 问题是找不到人 现场容烟都看不到 只能听到这个心碎的声音 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就表示说他在求救之中 你无能为力 好 那现在大家就讲 刚才讲说安全资料表 这个图表有没有 他在列印 总共4页 列了两页就爆炸了 对不对 他现在搜出来越来越多 这个关于明阳 他的违规事项 第一个事项你看 3000公斤的有机过氧化物 你看照规定来讲 你厂内 因为他登记的不是化工厂 所以他规定只能放100公斤 他放了3000公斤 30倍 对不对 我100公斤告诉你说 我这个放在A厂区对不对 那我剩下2900公斤放哪里 不知道啊 就开始四个厂嘛 对不对 所以到时候才会发生这么多 连续爆炸的问题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你到底藏在哪里 好 第二个重大违规是什么 这个火警警讯出现发生了21分钟之后 这个厂方才开始报案 太晚了啦 而且你看听说那里面很多员工出来 就在讲说 反正我们这个工厂里面这个警报器有没有 三个五十年他就电了要敢叫了 所以这次敢也不知道真的 假的嘛 所以你看 是不是没有落实一个公安报道对不对 你今天里面警报器都响了 他竟然没有立即疏散 还竟然叫员工说看到烟了对不对 叫员工说你自己去灭火 那员工怎么知道我要灭多少灭火器 什么时候火会熄灭 如果说即时的疏散的话 也许不会造成上百人的伤害 对嘛 你所有人20分钟21分钟的逃亡时间 把人全部都弄出来之后 怎么会消防队员到了现场之后 他会急急忙忙 他进去救人 里面还一百多个人 对不对 好那第三个重大为师 你储存三种的过氧化物对不对 你却告诉人家一种 对不对 那你到底储存的这些过氧化物 这么多东西的话 你到底有没有提出什么安全资料 有啦就是这一份 就只有一份而已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个很多东西都烧氧烧肠 好那我们讲说这个高尔夫球 做高尔夫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化学物质 怎么会需要存放这么多呢 很多人不知道没有打过高尔夫球不知道 高尔夫球的那个球的球心是橡胶做的 你今天要把一个橡胶捏得很紧对不对 要重力压得很紧 外面就要用一些聚合物 所谓聚合物就化学聚合物 它就开始一层一层一层的包裹 你知道吗 包裹完之后 为什么 现在高尔夫球一来一讲就弹性 对啊 除了说你的球 你的球杆需要什么什么什么 钛合金的什么合金的对不对 球也要嘛对不对 所以它外面弄了一层一层的聚合物之后 再把它压得很紧这样很紧实 所以那个球有弹性好 对 那你做好球之后呢 两层三层四层这个所有的聚合物都不一样对不对 可是你做好球之后要开始干什么 上色 所以里面工厂里面也有很多的涂料涂漆在上面 对 都就是艺染的 因为那个球除了白色之后还有红色什么东西 弄了一大堆有的没有 好那接下来除了上球之后 你还要打抛 那个球你看 拿出来高尔夫球是不是大家都亮晶晶 打抛之后就产生什么 粉尘 所以现场很多很多的 这些都是造成火警发生的时候 致命的因素 好你看我们刚才讲过说 现在明洋有没有 这跟经济部登记产是预乐用品 对不对 它的这个营业类别是预乐用品 对 高尔夫球的确是运动用品 但是它的制造的过程跟成分 是具有非常高度的危险性 那你弄了一大堆的化学物品在这边的话 那你说你跟人家讲预乐用品 为什么他要申请预乐用品 他可以躲避化工的那个公安的检查 你知道吗 化学防灾演练可以不用做 我今天如果是申请化学药剂的话 你要告诉化工厂的话 你每两年要进行两次的化学防灾演练 而且你还要登记告诉人家说 我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东西 储存在工厂里面 这些全部都是要登记有案的 所以跟你讲你看 他是不是躲避了这个逃避 好了我们讲回来好了 这个明阳国际在疫情期间 高尔夫球不是很流行吗 大家想说很多运动室内的什么东西 容易传染 那高尔夫球这样 打个十八栋对不对 户外离很远 户外运动下 至少不会那个好 你看 你知道这个明阳国际公司有没有 去年营收总共多少 35.98亿 这也是创价历史新高 你知道吗 出货2180万打 高尔夫球 战全球市场比重多少 将近20% 全世界打高尔夫球 五颗里面就有一颗是名阳厂的 而且台湾几乎 一半都他做的 对出去出口 两颗就有一颗是他名阳的 所以你看2022年的话 他的EPS高达多少 11.55元 说真的 而且今年上半年 2023年 就赚6.24 6.24 所以一定是今年的营收 又比去年还要好 創新高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么赚钱 而且你知道吗 光做小白球 他赚了一个股本以上 好厉害的 變成电子公司还厉害 所以我就跟你说 你看这小白球多好贪 好 这问题是很好贪 对不对 老板 人家说现在是贯老板 为什么 网路现在大家都在叫人 你知道吗 血汗工厂 强迫加班 你知道在这里面 赚那么多钱的一个大公司 对不对 他的员工本薪是多少 21,150 比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还少 为什么 他就要靠什么 津贴 加班 加班 像前几天 现在就有一个女生 他是员工被救出来 他说他才上班第五天 就逼着要一直加班 你知道吗 他本来是4点要下班 就可以躲过这个一劫 对 留下来加班 就逼着要被加班 你不加班不行 对不对 他最后发生爆炸的时候 他是摸黑爬出来 还有另外一个员工是怎样 他就是因为有个越南籍员工 反应比较快 拉着他赶快跑出来 你知道 所以他才没事 你看 这些呢 除了说血汗工厂 强迫加班 烂死人工具 底星期 都蛮多黑历史 而且还近张又是粉尘 好 那接下来你看 这黄洋明 这个资争没脸 他就开始了 他把它列出来说 这个公司真的是劣迹斑斑 以前犯过多少事情 这很多案件 你看 因为超时加班 被罚还 而且他还有什么 粉尘污染 空污 一大堆 甚至还有员工 不给他支遣费 最后员工提起诉讼之后 他才给 当初那个判决数还提到公司说 每年不免发生 一百件以上 甚至高达一百四十件的大小 不等公安事件 还有人手就因为这样受伤 对不对 而且现在又有人都开始查 你除了这个对员工科科之外 这个员工 现在离职员工比例高达五成以上 流动率太大 待不住 对 你看 这个女性心境51.9 可是离职44.4 就表示说我今天终进来 几乎多久都终了 那男性更高 招进来57.7 离职53.4 所以几乎这个工厂 我就跟你讲 他竟然还能够存在 就是招人一些找不到工作 人家现在网路上是批评说 你如果是有奴性的人 你就进来里面工作 领的薪水这么低 做得跟狗一样 他又这样一直虐待你 那有时候没办法 为生活手逼 难怪人家进去之后 发现这工厂的问题之后 才会离职率这么的高